文化科學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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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說現工作做為一個職業 被國家 至少台灣被禁職 個人不能夠進行這個職業 那所以這算是一種限制 限制個人的自由 一般來說我們應該有想要從事什麼樣的職業 我們都有這樣的自由 那為什麼性工作這樣的職業特別被限制 有什麼理由 那根據這個Mill他給的這四類理由 我們往往是因為這四類理由來限制個人的自由 那根據我們目前就說大家的看法 那為什麼是根據什麼理由我們限制個人不可以進行性工作作為職業 第一點是為了避免傷害他人嗎 如果有人做性工作會傷害到他人 好像不明顯 會傷害到他人 第二點是為了強制保護 譬如說我為了強制保護這個人所以不讓他從事這個職業 這有沒有道理 這是一個成年人然後你限制他的職業 這個職業是為了要強制保護他 那我們有一個想法是說你可以 譬如說我們剛剛有同學說過因為 目前這個行業是有很多犯罪很多問題在裡面 所以這個職業是不安全的 因此你不應該進行這個行業 所以我為了保護你我就不讓你從事這個行業 但是我們可以說我們可以把它合法化 然後把它列入國家的管制跟保護 可是也可以同時讓這些人進行這個職業 這有沒有可能做到 至少有一些國家有在做 那我們可以去看他們做得怎麼樣 或許這是可以做到的 如果可以做到的話似乎你就不應該去限制這個職業 所以你單純的用父權來 就是說單純用強制保護來限制似乎理由不夠 似乎有更好的做法 那第三個 因為冒犯反感 就是因為冒犯到社會大眾 有一個我可以想像的一個理由是因為 我們會覺得說我們這個國家 我們這個社會裡怎麼可以有人靠這個來賺錢 有這樣子的職業在我們這個社會是一個修取之類的 所以會冒犯到社會大眾 但是這個理由成立嗎 如果說只是因為冒犯社會大眾 就要限制個人自由 那社會大眾什麼時候被冒犯 這有沒有任意性 可能有任意性 可能有一個文化因素 或者甚至是流行的因素 所以在這種情況下你要限制個人自由 卻把這個 理由放在這個 社會大眾會不會感到冒犯 是有一點任意 有點任意好像追隨流行 流行說什麼 我們就怎麼做 所以 如果你是建議在反感跟冒犯上 似乎理由不太夠 你還需要更堅強的理由 好那第四個情況就是道德 通俗道德 因為通俗道德認為 倉妓或職業這樣 這個是一種 不對的 道德上不對的事情 就說我們這個社會可能對性啊 或是有一些禁忌 我們要求可能 就說 性要嘛是自願的 或是說不可以牽涉到金錢交易 不過這個都我覺得都太 講太多 我就說 不曉得 這個講起來就很傷感情 就說有沒有一個人是因為對方有錢嫁給他 或是變他的女朋友之類 那這樣的話 這個跟交易有什麼差別 不知道 這個界線很不模 很不清楚 OK 所以如果說有一個人 他跟某個人 看對眼 然後你們給我一個錢更好 他們就發生關係之類 這樣子有什麼不行 就是說 我們的道德認為這樣是不對的 可是如果這兩個是成年人 為什麼不行 我們的道德 認為不行 可是這個道德背後的理由是什麼 為什麼我們有這樣的道德規範 這個道德規範背後的理由是什麼 這個是值得考慮的 我剛剛這種說法基本上都是從 你可以說 Mill 他的主張來看 Mill他認為說 如果你做了這個行動會傷害到他人 那我們的確有正當性限制你的自由 可是這是唯一 你會傷害到別人 這是唯一正當的 可以限制他人行為的正當理由 OK 其他三類 強制保護 反感 冒犯 還有道德主義 就是通俗道德 他認為都不能作為限制自由的理由 你不能夠因為這三個 而限制 個人的自由 這是他的主張 但是我們知道 我們剛剛有談了一些這四類的例子 其實我們這個社會裡是有一些 法律 他是限制 他是根據後面三個理由來限制個人自由的 甚至制定法律來 來處罰人 那在這種情況下 Mill的主張是跟我們這個社會的做法是相抵觸的 那現在問題就是說 告訴你誰有告訴你 這個是一個困難的議題 我們社會的實踐上就是這樣在做 而且我們也不是特別特殊 全世界大部分國家其實都是類似的做法 可是為什麼要這樣做 這個背後的理由是什麼 那 Mill認為這背後的理由就不夠強 那我們今天就要來討論一下 這個問題要怎麼解決 但是 在我們討論那個問題之前 我們現在要討論為什麼自由是重要的 這也是一個重要的議題 個人為什麼要擁有自由 我為什麼要盡量給個人自由 我有什麼道理 要這樣做 國家跟社會 政府為什麼要給個人越多自由越好 有什麼道理要這樣做 那這個Mill他就是 有討論到這個議題 所以我們要先討論這個議題 我們先來就先來確定一件事 自由是好的 是值得擁有的 然後我們再來 第二個議題再來談說 那在什麼樣的情況下 可以限制個人的自由 我們先以這個表達自由 就是言論自由 作為一個議題來討論 為什麼 個人應該享有言論自由 然後為什麼他反對 為什麼言論檢查是錯的 那Mill有幾個理由 我們來看一下 第一個理由是說 被言論檢查的 被檢查的言論 可能為真 有可能嗎 那如果說你把這個言論禁止了 那你就是妨礙這個真理被大家知道 那這樣是不好的 所以如果你檢查言論 你有一個風險就是 有一些真理 沒有辦法被大家知道 例如說像秦始皇 他焚書 他把那些書都燒掉 可是裡面可不可以一些真理很重要很珍貴的東西 以後就沒有人知道 OK 例如說像西方那個 宗教 也燒了很多書 然後接下來第二個理由是說 即使被檢查的言論 他其實為假 可是搞不好還是包含有部分的真理 如果你把這個 所以 被檢查的言論雖然是假 可是有部分的真理 所以如果他被 公告出來被大家知道 或許大家還是可以 把那個真理的部分找出來 可是如果說你把這個假的言論 也把它給檢查掉了 那連這個部分的真理都沒有辦法 被大家知道 這到底有沒有說服力呢 1跟2 這兩個理由是牽涉到真理的問題 因為真理是好的東西 你檢查言論 會妨害 真理的 散佈跟流傳 跟出現 OK 接下來第三個理由 是說 即使被檢查的言論全部為假 沒有包含任何的真理 他根本就是假的言論 但是你也不應該 就是檢查這樣的言論 讓他禁止這樣的言論 為什麼 因為這樣你如果 不禁止你就可以避免真個意見變成教條 這個是 我們允許假的言論在社會上散佈 目的是為了什麼 為了避免真個意見 成為教條 然後成為教條有什麼不好 第四個理由 他就說因為一個 沒有受到挑戰的意見 如果成為教條 那就完全失去意義 就說 教條是不好的 教條有點像是說 它是一個 不容被挑戰的 一個言論 那我們不應該允許一個言論 不容被挑戰 所以即使你說的是真理 別人說的是假的 可是它是要挑戰你的真理 你還是應該接受挑戰 還是應該讓這個假的言論可以說出來 而不是直接把它禁止掉 那你們看這些理由 你們可以接受嗎 有沒有直接要反對他的想法 這些 理由 有沒有說服力 我們是以言論檢查來看 就言論檢查有什麼不好的 個問題 有什麼不對 他就告訴你 有這些原因 那我們接下來 檢討一下 這些 理由 我們把它分成兩組 前兩個理由 前兩個理由就是 根據他這邊的說法是說 前兩個理由是把言論自由看成是擁有工具性的價值 如果你有 這個社會裡有言論自由 那你可以幫助產生 真的意見 就說真的意見就會 會有辦法出現 然後被大家所知道 如果你沒有言論自由 那真理就不會出現 因為很多真理就被壓抑掉 那為什麼真 真理是好的 真理是有價值的 至少真理有工具性價值 就是說如果你的一些計畫 你的人生目標 你的很多想要做的事情 你如果是根據真理 你如果是根據真理 來進行計畫 那是不是成功的機率會比較高 對不對 這應該沒有錯吧 如果說你要進行一個計畫 結果你依賴的那些 主張都是錯的 那你這個計畫 如果能成功 那真是天保佑 上帝保佑你 你才有辦法成功 要不然你依據那些 理論跟想法都是錯的 所以如果你擁有比較真 就真理 然後你在這個真理的之上 再來進行你的計畫 你是不是成功的機率會高一點 一般來講是這樣 所以我們會希望 我們自告的真理越多越好 那例如說 從這個科學發展的模式來看 我們沒有什麼機械式的程序 可以製造出真理 我們有什麼 電腦的program 或之類的run and run 真理就一個一個跑出來 好像沒有這樣子的東西 我們沒有真理製造器 那例如說科學家在做研究的時候 是怎麼樣 他要猜測 他要提出假設 然後再去檢測說這些假設對不對 所以如果你提不出假設來 提假設需要想像力 你也要需要很多的資料 那也有可能會提出一些荒謬的假設 聽起來很荒謬的假設 可是有時候有很多荒謬的假設 後來發現是對的 這個這樣的在科學史上 其實常常有看到這樣的情況 例如說 有一陣子 有一個人提出說 地球上的這個路塊的板塊 是會移動的 然後很多人就說 那怎麼可能 這根本就是亂講 結果後來發現有這樣的事情 就是做大規模 的研究發現 的確 是有這個板塊飄移 所以如果說 我們因為那一個假設 聽起來很荒謬 好像是錯個 你就把它壓抑掉 檢查掉 不讓它提出來 那你可能是阻礙科學的發展 因為科學發展很重要就是要不斷有一些假設提出來 這些假設就算是聽起來是錯的 也沒關係 你還是應該讓它有機會出現 然後接受檢驗 搞不好它會變成是 是對的 會發現它是對的 那所以說 尤其是在科學研究 的 那個領域裡 言論自由是很重要的 言論自由在那個領域裡就有點像是提出假設的自由 你可以自由的提出科學假設 然後接受人家的檢驗 那例如說 這剛剛是科學 例如說在政治社會還有經濟事務上 有一般日常生活這樣的情況 其實我們是很容易遭受蒙蔽的 你的消息廣告來源是什麼 就報紙、報章雜誌梗梗 如果說 這些報章雜誌的來源都是被檢查的 他 這些主編或之類 他利用他的職權 控制某些言論 可以散播 某些言論不能散播 那你就是 某個意義上是被蒙蔽的 對不對 所以如果說 你有言論檢查的話 可能有很多 真實的訊息 會被過濾掉 傳不到你的耳朵裡 你看不到 那會不會妨礙你的一些判斷 你對很多事情的判斷可能會出錯 所以 言論自由至少有這個好處 你比較 很多的資訊 對一個資訊 不會被 被那個 預先過濾掉 你就有機會接觸到這些真理 所以從這邊來看 言論自由是獲得真理的工具 它是一種 手段 但是 上述這種對言論自由的辯護 還是有一些困難 如果說我們真的有 一種能力 假設有一群人 他真的可以 把那些假的意見 排除掉 就說 我們剛才是假定 幾乎沒有人有這樣的能力 能夠判斷 能夠判斷說所有的言論 在他手上 他就可以判斷哪些是真哪些是假 而且不會犯錯 大概很少有這樣的人吧 對不對 但是假定有這樣的人的時候 讓他來檢查言論 那不就 就不會有這個問題 就是說 如果說你現在開放言論自由 真理跟虛假都會 跟假的話都會一直出現 所以市場上其實充滿了 有真有假一大堆東西 而且假的訊息搞不好很多 那這會不會妨礙我們得到真理 會啊 假意見太多會不會妨礙我們得到真理 會因為我們分辨不出來 你很可能接受很多假的東西 所以如果說我們有一種 成功的言論檢查 他可以把假的言論 就是確定為假的言論 把它禁止掉 那這樣是不是 不是對我們得到真理 有更有好處嗎 對不對 把假的意見 預先排除掉 如果能夠成功的做到的話 那不是對我們格告真理有好處嗎 所以這種成功的言論檢查 到底錯在哪裡 就是說我們可以讓那個 真理 就說 我們不是完全禁止所有的言論 真個言論我們就讓它鼓吹 讓它出現 假的言論把它給擋掉 那這樣我們社會大眾得到的訊息 是不是更好的訊息 所以如果一個 成功的言論檢查是可能的 那為什麼不呢 為什麼不用言論檢查 對不對 這個是 如果你把言論檢查 就言論自由剛才是一個工具的話 那也會有這種問題 之前我們是假定說 我們沒有人能夠百分之來判斷 什麼言論是真 什麼言論是假 所以你不應該做言論檢查 因為這樣的話 你可能會誤將某些真理給排除掉 可是假定我們現在有 非常聰明非常厲害的人 他真的就是有辦法 判定 一個言論是真還是假 那你讓這樣一個人 成功的來做言論檢查 對大家獲得真理不是更有好處嗎 例如說像 柏拉圖的 理想國裡面 他就是 主張要有言論檢查制度 在他想像的這個理想的城邦裡 你這些 國家的守護者 Guardians 對不對 他講他們是非常有智慧 而且學士淵博的 治國的專家 他們應該是很有智慧有辦法判定 哪些言論真哪些言論假 那如果讓這一群人來做言論檢查 你就可以避免一些迷惑人心 或敗壞人心的一些言論或謠言 在社會中流傳 那這樣不是一件好事嗎 所以 Mill那前那兩個理由 並不夠有說服力 不知道這樣清不清楚 說了一堆這樣 簡單講就是 Mill他會 他的害怕 他的理由 他的前兩個理由主要是說 你如果有言論檢查制度 你就會把很多真理給 排除在外 那這樣社會是不好的 所以我們大家獲個真理是不好的 可是如果現在 有一群人 他真的有辦法分辨真理 跟虛假 他不會 誤判 那 那你沒有這個 兩個理由 就 失去說服力了 OK 但是 Mill後兩個 辯護理由是說 要避免一個 真的意見 變成 不可被挑戰 跟質疑的教條 即使你是有成功的 言論檢查制度 也是不好的 為什麼 因為你這樣會 避免 你這樣防止了 真意見被挑戰 但是為什麼真意見 應該被挑戰呢 真意見為什麼不能變成教條呢 所以說我們就把真意見 鼓吹 灌輸給所有人 所有人都要接受真理 因為這是真理嘛 我們就接受就好了 這樣有什麼不對 我灌輸給大家真理有什麼不對 那Mill的理由是說 因為 人有一種特殊的能力 就是思辨能力 人類是利用思辨能力 來不斷的追求進步 所以一個人如果要是幸福的人 卡克想像中一個幸福的人 他應該是有 很 能夠充分的使用他的思辨的能力的 因為這是人的特有能力 能夠充分的發展這樣的能力 那你這是人類幸福的一個必要的成分 所以根據他的看法 思想討論 還有言論的自由 是人類追求幸福不可或缺的條件 所以如果說我們現在呢 雖然有很多假的理由在那邊 然後假的言論在那邊 然後真理被挑戰 這樣可以刺激社會裡面的人的思考 大家會去思辨 這個假的言論為什麼假 這個真的言論為什麼真 大家會去 大家有機會去行使自己的思辨能力 鍛鍊自己的思辨能力 那這個是好事 如果你把真理變成教條 灌輸給所有人 大家不要問為什麼 你就接受就好的話 這樣子人類就沒有機會 行使這個思辨能力 至少社會大眾沒有 只有少數人 例如說這些國家守護者 他可能有這個能力 行使思辨的能力 可是其他社會大眾是沒有機會 行使思辨能力 那這樣是不對的 社會大眾大家如果要 有幸福的生活 應該要培養這種思辨能力 那你讓有一些假的言論在社會上 去挑戰這些真的理論 真理 恰好就是可以讓社會大眾有機會 行使他們的思辨能力 鍛鍊他們的思辨能力 所以例如說 如果有一個真的意見 被灌輸、被填壓、被無條件的接受 可是接受的人不知道為什麼我要接受這個真理 因為跟人家說他真理我就接受 可是我不知道他的理由跟證據何在 那這樣的話真理就變成教條了 那接受這個教條的人 他被剝奪了這個運用思辨能力的機會 他沒有辦法經由討論跟質疑 來增進自己的思辨能力 OK 所以呢 即使 言論即使是成功的言論檢查制度 他也會剝奪掉 人們 行使思辨能力的機會 那 可是行使這個思辨能力 這個是 對人的幸福來說很重要 這是他的 最後的 那個 辯護的意見 那 根據這樣子的一種策略 就是說為什麼我們要擁有這個自由 因為他對人類的幸福是有幫助的 簡單講是這樣 你擁有言論 言論自由的話 人類就有機會 行使 思辨能力 然後鍛鍊 思辨能力 提高思辨能力 那這樣對人的幸福是有幫助的 所以同樣的我們也可以用這樣的策略來辯護這些基本自由 為什麼人類需要這樣的基本自由呢 因為這些基本自由可以讓人 利用這些自由追求 他們自己的幸福 他們認為的幸福 所以你為了要讓人們可以自由追求他的 幸福生活 你應該要允許人們有這些自由 所以這些我們把它叫做基本自由 所以他說 根據米爾的想法 幸福的人生其實包括要去運用人類比較高等的能力 你不是只有吃喝玩樂 這樣就是幸福的人生 他覺得你還要有其他的 一些能力 像是你有 思辨能力 你可以去檢視自己的 信念 然後有能力去挑戰或檢視 別人的信念 跟別人辯論 OK 這個也是很重要 然後你還有一種能力是說 你能夠 去構想出自己的人生計劃 去反省 我覺得什麼樣的人生是幸福的 然後去評估去修改 甚至去執行 你的人生計劃 那你為了要做到這些事 你就需要有一些自由 那你為了要做到這些事 所以簡單講這個算是一種自覺的自由 Self-Government 自我 決定 自我 控制 自我規範 你要有這樣子的 自己引導自己的生活 OK 去達成自己想要的目標 這個是他認為 如果你沒有這樣的自由 你就沒有辦法追求自己 屬於自己的幸福 那為了要讓你有這樣子的自由 你首先你要有教育 你必須要有很多知識啊 然後有很多技巧 你要能夠接觸到文化 音樂啊 美術等等這些 所以這是一個 教育是很重要的 另外一個 部分就是 你要各種自由 思想跟行動的自由 例如說言論自由 出版與新聞自由 然後行動方面 你要有集會結社的自由 崇拜跟信仰的自由 選擇自己職業的自由 你必須要有這些自由 你必須要有這些自由 讓你自己去行使 你才能夠去追求自己的人生計劃 要不然你就是綁手綁腳 那你如果是允許 社會上的個人 可以自由去實驗 各種可能的生活方式 那這是好事 就這個社會上很多元 有各式各樣的人 追求他們各式各樣 認為幸福的生活 那透過這些個人的實驗 整個社會會得益 因為他可能就是開闊了這個人的可能性 展現出人的可能性 那越多種可能性 人的可能性被展現出來 被實現出來 整個社會 就可以從這些人 上面格到利益 例如說有人他很喜歡 就說 那個拉大提琴 那他有他的自由去 發展他這方面的能力 去選擇這樣的職業 那我們就有機會聽到那種非常好的 大提琴演奏 對不對 之類的 那如果說你允許 小孩子不要當醫生 去 畫漫畫 那也許他可以畫出很好的漫畫 然後我們剛才可以看到好的漫畫 這個社會就會比較多元 那全社會的人都會得益 全人類都會得益 所以他認為 我們應該要允許個人去實驗各種可能的生活方式 個人有這樣的自由 所以簡單的講 密偶把這些基本自由 包括言論自由 集會結社自由等等 這些基本自由 視為是促進的內幸福不可或缺的工具 用這樣的方式來為基本自由辯護 所以基本自由是工具 它的目標是讓你追求幸福 OK 對 但是 這些自由 如果說為了要促進生活的幸福 所以我們需要有這些自由 但是 騎機車不蓋安全帽的自由 隨地丟垃圾的自由 這個跟幸福有關嗎 騎機車不蓋安全帽會讓你比較幸福嗎 你有這樣的自由會讓你比較幸福嗎 你隨地丟垃圾 你有這樣的自由會讓你的生活比較幸福嗎 好像不行 如果不行的話 這些自由就不算 基本自由 就沒有 沒有定義裡就是 你要對人類的幸福有增進 可以增進人類的幸福 那些自由才算基本自由 那像騎機車不蓋安全帽的自由 它就不算是基本自由 因為它對人類的幸福沒有貢獻 有沒有同學有反客意見 有沒有人要為騎機車可以不蓋安全帽辯護一下 為什麼我們需要這樣的自由 所以你們都同意 所以你們都同意騎機車應該戴安全帽 我沒有這樣的自由 還是怎麼樣 OK 要接下來 但是沒有認為小孩沒有這些基本自由 因為小孩 他還沒有這種完整的理性能力呀 他還沒有發育完全 簡單講 他很多能力還沒有發展好 所以 成人呢 才擁有這些基本自由 小孩沒有基本自由 小孩需要被保護 而且因為小孩會做一些事傷害他自己 所以他也需要 被保護以免他傷害他自己 但是成年人呢 我們假定 他已經有足夠好的思辨能力 還有各種知識 等等 所以你應該要放他自由 讓他 自由地去追求 他想要 進行的人生 不應該太過限制 OK 所以他同意 例如說 也許他應該是同意 像我們的電影 書刊 分級 保護級 限制級這些 是可以做到的 這個是對的 如果你是要以強制保護的名義 你來限制小孩的自由 這個是沒有同意的 可是如果說是你是以強制保護的名義 來限制成人的自由 他可能就會覺得 不太對 所以如果我們要 所以我們有可能可以設想 MIL會反對 MIL會反對那個 我們禁止騎機車蓋安全帽 就說 不蓋安全帽 他會認為說 我們會認為騎機車應該蓋安全帽 他會這樣講 那我們等一下會再看到 這個他的說法合不合理 所以我們剛剛說完了就是說 為什麼自由是有價值的 因為這些基本自由對人類追求幸福生活是 很好的工具 不可或缺的工具 所以這些基本自由應該被保護 個人應該要有這樣的基本自由 這個是社會跟國家 不可以剝奪的 OK 但是接下來我們就面臨第二個問題 那有沒有一些情況下 我們可以正當地來限制個人的自由 那MIL他就提出一個很有名的 叫傷害原則 OK這個傷害原則的 想法是說 為了避免傷害到他人 或避免對他人有傷害的威脅 就是說 有很大的可能性傷害到別人 在這種情況下 成年人的自由可以被干涉跟限制 我就可以限制這個人的自由 如果這個人做了 你給他這個自由 或是他做了某些事 會去傷害到別人 或是有很大的可能性 會傷害到別人 那我們就可以限制他的自由 嚴重的情況 你可以定法律來懲罰他 可是在其他的情況 比較輕微的情況 你就是給輿論跟社會壓力 用社論罵一罵就好了 但是 問題是說 傷害是什麼意思 對他人造成傷害 這是什麼意思 傷害的範圍夠大 這個很重要 對不對 所以例如說我們來看 假設有這樣一群人 他想要設立一種新的宗教 一個新的教派 然後他們會進行私人的禮拜儀式 他們就是定期聚會 然後 做他們自己的儀式 那這群人有沒有自由 他這樣做會不會傷害到別人 就這樣一群人 他成一個新的教派 他會不會傷害到別人 那沒有看法是說 只要他們沒有 要去強制任何人 一定要成為他的信徒 例如說有些人 他會去強迫別人 成為信徒 那如果說這個新教派人沒有這樣做 那你政府跟社會不應該加以干涉啊 因為根據傷害原則 他們似乎沒有傷害到他人啊 他們只是一群人在那邊集會 自己做他們的儀式 有傷害到誰嗎 看起來好像沒有 不過呢 例如說某個已經建立好一個宗教 那個教徒可能會反對說 不對啊 這個新宗教建立起來會傷害到我們 會冒犯到我們 為什麼 因為我們有一個計劃 是要讓全世界的人 信仰我們的宗教 那你現在成立一個新的教派 我的任務不是更難達成嗎 那所以你是傷害到我的計劃 好啊 那這有沒有道理 所以傷害的範圍有夠大 人家成立一個新教派 妨害到你的 傳教的計劃 這樣算不算傷害你 如果他算傷害你的話 我們似乎就要去干涉 這個新教派不准成立 可是這樣對嗎 好像不太對 所以我們就需要縮限傷害的意義 傷害的意義不可以無限擴展 擴展到太大個範圍 什麼就是傷害到別人 這個定義要再縮小一點 所以我們有一個可能性是這樣 我們把行動分成兩類 有一類呢 是純粹關於我自己的 它只會影響到我 另外一類的行動 就是會影響到別人 所以如果說是只 影響到自己的行動 那它就應該不會傷害到別人 因為它跟別人無關嘛 它就不會傷害到別人 所以如果你是只會 關聯到你自己的行動 那你就有自由 可以去做 不會傷害到別人 但是問題是說 我們真的可以做這個區分嗎 有這樣的行為 它是 只會 關係到自己嗎 有什麼樣的行動是 純粹關聯到自己的行動 這邊舉一個蠻有趣的例子 有點好笑 譬如說 你有一雙黑皮鞋 還有一雙黃皮鞋 然後 你覺得我有自由要穿哪一雙皮鞋啊 就是我今天要出門 我可以自由的選擇我要穿 黑的皮鞋還是黃的皮鞋 這是我的自由嘛 這牽涉到我自己嘛 但是有人會說 例如說製造黃皮鞋 鞋油的人 他就會希望 我穿黃皮鞋 因為我穿黃皮鞋 我就需要鞋油 那我就會跟他買 那他就會賺錢 所以如果我穿黑皮鞋 他就賺不到我的錢 我比較沒有這個可能性 那這樣不是傷害到他的利益嗎 那另外呢 我可能有一些朋友 他們對服裝的品位很高 他會覺得說 你穿這樣的衣服 你應該要穿 那個黃皮鞋啊 可是你竟然穿黑皮鞋 那他就會覺得 很無奈 對不對 他會覺得他感情受到傷害 所以即使是一件 我今天要穿什麼鞋子出門 你都有可能會傷害到別人 會關聯到別人 對不對 關聯到別人的看法 所以有什麼樣的行動 是只會純粹的 關聯到自己的 也許有 例如說 假設我住在我自己的房子裡 我在關在臥房裡睡覺 我想要怎麼睡 我想要用什麼姿勢睡覺 好像別人管不著嘛 也跟別人無關嘛 不過但是如果說只有這一類的例子 又說你在一個很空曠的地方抽煙 那你就不會讓任何人吸到二手煙 所以那一個 行為好像就是 只關聯到你自己 可是有人可能會反對 例如說 例如說假設我 我在這個空曠的地方抽煙 對不對 他好像只有關聯到我自己 搞不好 可是我太太可能會抗議 我說不行啊 你傷害你的身體也是傷害我 所以你就算是在空曠的地方抽煙 你的家人 也會受到影響 所以有什麼樣的行動 是會 只影響到 個人 不會影響到別人 幾乎沒有這樣的行為 而且這樣的行為太少了 OK 所以我們變成 必須要再想辦法把傷害的 意思呢 還要再局限 那Mill常常是使用 interest 利益這個詞來討論傷害原則 所以傷害意思是說傷害到利益 但是傷害這個詞的確是很困難來定義 一般來講 金錢利益 個人的人身安全 如果你傷害到這些 都算是傷害 所以是政府跟社會應該干涉的 至少這是確定的 有一個核心的 就是人身安全 所以如果你有 就說 像是謀殺 襲擊 偷竊 性侵害 詐欺等等 你會傷害到別人的財產 或是傷害到別人的人身安全 等等 所以這些都是傷害 這個是最核心的意義 傷害 可是這個核心意義之外 傷害到別人的感情算不算傷害 那就很難講 但是如果是站在 站在這個 你要使大家的自由越多越好的情況下 你的這個傷害的範圍 就應該要縮限 個小一點 你傷害的範圍 縮限的越小 個人擁有的自由就越大 那根據滅有的這種自由主義的傳統 我們希望個人的自由越大越好 OK 所以或許我們可以這樣說 你就是把這個傷害的 定義限制到 只有只 金錢利益跟個人人身安全 而已 其他人呢 就要 Case by case來討論 不能夠通盤 通責來 說那是傷害 那這個其實是我們目前 我們可以同意啦 至少就這個核心意義來講 我們可以同意 但是我們 我們最後來考慮兩個問題 因為這個議題其實很 很嚴重 很大 很難 討論 不清楚應該怎麼 討論 有時候往往要 拿個例來討論 你只是 就原則來討論 有時候是 很難討論 但是我們現在問一個問題 就是說 對他人造成傷害 真的就會 真的就可以拿來 拿這個理由來限制別人的自由嗎 其實不一定 例如說 我跟你在那邊競爭一個職位 比如說我們就去應徵一個工作 結果你應徵上了 我們也應徵上 因為這個職位只有一個 只有一個人能拿到這個職位 那我可不可以宣稱你傷害了我的利益 你跟我競爭 這個職位 你拿到了這個職位 我沒拿到 那我可不可以說 你傷害了我的利益 因為你傷害了我的利益 所以你就不能夠接二的工作 我要限制你接二工作的自由 這樣對嗎 我先說 你拿到這個職位會不會傷害到我 好像會吧 因為我就少一份收入 那這個是金錢利益上很大的損失 所以如果只從這個金錢利益來看 我的確是受到傷害啊 你拿到職位我沒拿到 我被你傷害了 因為你撥割了我拿到那個職位的機會 那所以 感覺上是不是你對我有傷害 你的行動 你接了這個位置的行動 傷害了我 但是我可以因為這個理由 就 就要求說 你不能接受那個職位嗎 我就要限制你的自由嗎 可以嗎 好像不對嘛 所以表示說傷害原則 似乎有他的 問題 這似乎有一個反例 這似乎有一個反例 但是Mill他同意 在這個情況下 我們不應該限制你的自由 你可以自由的接那個位置 我們不能夠 限制你這個自由 所以這個算是一個反例 當然你可以去論證 這不算反例 也可以 可是我只是說 其實Mill他自己 他也意識到 很多情況沒有那麼簡單 就像在自由競爭 在一個社會裡 自由競爭職位 這應該是 允許的 你不能夠 做限制 OK 這是要說的 所以這樣初步看起來 對他人造成傷害 還不足以 就拿來限制個人自由 有時候你還要加上其他的考慮 第二個就是說 你當你要限制別人自由的時候 唯一的理由就是 因為會對他人造成傷害嗎 除了對別人造成傷害之外 你不可以用任何理由 來限制別人的自由嗎 會傷害到別人 是限制他人自由的唯一的理由嗎 他覺得也不對 OK 他的看法 Mill有個看法是說 其實某些 增進他人利益的行動 是可以被強制要求的 例如說 你有這個 你沒有自由不出庭作證 如果說法庭傳你去作證 你必須要去作證 你沒有這個自由 不去 那例如說你要付稅 付繳你的稅 讓國家可以請警察 或是做基礎建設 所以你也沒有 不繳稅的自由 簡單說 例如說 你身邊有一個人 他有生命危險 你就應該 救他 你沒有自由不救他 所以 就是說 你沒有不出庭作證的自由 為什麼 因為你如果出庭作證 會增加他人的利益 因為這個法官可能就不會誤判 之類的 所以為了增加他人的利益 你也 必須要限制自己的自由 另外一種 例如說你要去 當兵 你要服兵役 或是要繳稅 這是對你的自由很大的限制 對男生來講 你要去當兵 這個是很大的限制 搞不好你就兵役或之類 跟你一生造成很大的影響 可是 這對你的限制 自由的限制 可是他沒有覺得 你不能夠因此就說 就說你不應該限制我的自由 就是為了這個共同防禦 或是增進公共利益 我可以限制你某些自由 這個是沒有可以同意的 所以這些 還有其他一個例子 OK那我們等一下再說 那我們12點10分再回來上課 不含就能夠不含就能夠 可能是要下課 我們來跟平和祥 有可抵 水